在2011年,天文台在iPhone平台上推出了一个名为MyWareWeather的流动应用程式 为我们提供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这是全球首个提供全球官方城市预报的流动应用程式 为了进一步推广MyWareWeather的应用 天文台今个月在Android平台上推出试验版本的MyWareWeather流动应用程式 并支援多种语言,包括英文、西班牙文和波兰文 MyWareWeather现时提供133个世界气象组织成员 所发出的超过1600个城市的官方天气预报 Android的用户现在可以上去Google Play上面下载该应用程式 跟着下来,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天气先吧 在周初,由于受一股和暖的偏东气流影响 天气暖了一点 大部分的地区较之前高4至5度 星期二,由于云量不多的关系,当日阳光充沛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5度或者以上 去到周中,受一股冬季季后风暴冲的影响 天气较凉和沿岸有没有 星期三横南岛的能见度更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 至于天色方面,由京士博所录得的日照时间可以见到 本周的阳光都是比星期日多的 气温方面,天文台录得这个星期最高的是25.6度 最低是15.9度 至于湿度方面,天文台录得这个星期最高的是93% 最低是63% 不知接下来的天气会是怎样呢? 不如交给科主任讲一讲吧 大家好,我们预料冬季季后风就会在周末期间 继续影响华南沿岸 所以来近这几天的早上都会稍冷一点 但是到下星期的中期,一股比较和暖和潮湿的偏东气流 就会影响我们的了 所以到时我们的天气就会暖一点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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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